提供时期有用的 其余藤藤圈围住就有商铺 有很多商铺卖这些手工运品 另外一个Palase 叫Chathouse Houtune 有很多人去的 它说是40个Pillar Palace 其实是没有40的 它只有20而已 果以撒从哪里来呢?在水反映,很诗意的。 进去吧, 里面有另一个世界, 一进去是吓死人, 这些天花, 碧画, 碧画, 这个一定要去。 里面有很多故事,打猎,旅行, 歌舞,喜庆, 整天都看不完, 要拿起望远镜才看,因为很高。 去的, 不过通常给你半个小时, 很谷气。 还有什么时间起呢? 就是这个桥, 也是去伊斯法坑必去的, 旅游景点。 这个桥, 必去的, 日景夜景都很漂亮。 这个另外一条, 日夜都漂亮。 波斯花园, 这个fin garden, 就是很typical,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分开四楷那些。 很多水的, 他一定要喜欢水的, 中央就是水。 除了去花园之外, 还有洗凉。 洗凉, 这个是一个bath house, 现在没用了, 可以进去参观。 这个是上网的。 里面的公仔, 就是上海操房那些, 擦擦老泥。 不知道我们教他, 他教我们就不知道。 又是伊朗的一个王朝, 卡加伊王朝。 到了这个时间, 那些人究竟是否纯种, 没人知道。 取老嫁到乱了。 因为他发展得好, 这个卡加, 所以伊朗人就当他是自己有的了, 即是不理你外不外族的了。 那就是, 他们那时候欧洲东西是很强的, 所以他学很多欧洲东西。 但是强得来, 也开始欧伊朗, 打过很多次仗。 就有Russo, 即是苏联佬跟他打, 有英国佬跟他打。 每次打就不见了一点, 每次打就不见了一点。 这个图就割让了出去的, 红绿那些。 那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阿美尼亚, 塞拜疆那些地方, 就变成了苏联。 苏联后再拆出来, 就变成了现在的国家。 但旧时全部都是他的。 这边的蓝色就是英国佬, 从印度杀过来, 所以开始很惨。 那些衣服都不同了, 即是西化了。 那他的宫殿, 都可以去的。 已经变成了欧西式。 有很多玻璃, 有黄座, 一些马车, 有黄座, 有黄座, 有黄座。 这个黄座为何要去呢? 就这样看, 平平无奇。 但在晨早上去, 你会发现是下一幅。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即是好像那些万花筒, 随着太阳光的移动, 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假的, 因为人山人海, 你见到, 只是他人。 接着就讲讲那些土, 那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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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土 predictive, 已经砍铃和女人被砲, 在而加上面那个子しら的。 背中这被… 这就是一些小人的... 一頭都 completely τους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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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不過在這裏住不太舒服,太美麗,不像家裏,沒有homely的感覺 另外一間大屋,這間大屋就是剛才的大屋的外府 外府說你要娶我的女兒,你要建一間屋比我的好 所以就有剛才的那間出現 這間外府屋,都已經很美,這些陷入做traders 中間商,每天回家去禮拜堂 屋契結婚證書,五光十色 當時也有些畫家,已經受了西洋美術的影響 這個就是最出名的畫家,畫的東西都記住了 又有波斯花園,這個圖就是所有出著名的波斯花園 將來你們去這些地方,可以去這些波斯花園 我們去看這個,都很美,但那個季節不是很適合,所以不是很多畫 那麽又是有水啊,有成這樣 那麽 那麽說回她的國家,那麽就一直被人打 被人打,於是做個constitution出來,但都沒得救 那麽跟著下來發現了石油,石油就根據文獻說 英國人就滾他們了,即是說那些石油 骯髒骯髒骯髒的,我幫你搞定它,你給我錢 那麽是這樣的,倒回頭,那麽發覺老襯,當然不會 那麽英國已經控制了他們的石油 就建了一間叫Anglo Iranian Oil Company 後來變了現在的BP,Betish Petroleum 就劃了不知多少錢的,那麽跟蘇聯一起 其實也是開始瓜分了他們的國家 那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 那麽又是被Octoman佔領了,那麽英國又是打Octoman 那麽俄國人又來打,那麽又是翻開三分 那麽到1925年就又復國了,那麽就是巴列維王朝的開始 那麽就是我們認識巴列維的老爸 那麽就是這個,老巴列維 那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因爲 因爲伊朗我們剛才說,是跟德國人有些關係 因爲德國人說自己是阿里人 所以相對,可是它是川島使一個草叢 那就是煞火唐個重甚默,被壞上也因爲 那 игра維王朝被石油我們說難允許 以爲布了全部良犯了 his name 一約得不是這些石油被德國人拿了 那麽其實是我來弄的是他 那麽經常帶著德國人這樣就是 loan 其實就是找來搞的 Prime Minister是好人,Mohammed Masada 他覺得石油是我的,於是收歸各有 就死了,就得罪英國,得罪美國 於是發動政變,Operation Ajax 將這個人趕走了 即是離了大譜 然後1953年就推了剛才魯巴列維的兒子 就由CIA MI6的推了他上來 就幫助他起了一個叫做Savik的伊朗CIA 殘忍無比,我上一次去伊朗就走去看 看完之後都吃不下飯,即是那些凝聚 很可怕 到巴列維,套美都離譜 就要全部美化,就叫做Write Revolution 有好處的,就是男女平等、教育 那些東西,但亦都益了外國人 即是經濟方面 他們都頗奢華 那時候同時就有一個人出現 就是高美尼 就說這樣搞不好 就要反抗他,就被他趕走了 exile,去了伊朵 那時候就正式1967年就不做總統 就要做皇帝 就變成了叫做Savik 那美國人支持他 那時候是military,在整個中東是最強的 那他慶祝伊朗 慶祝他的coronation 用了1400萬磅 請了100個其他國家的首佬去 就蓋上了這些特別的帳幕 給他們住 有大閱兵 即是在Persapolis那裏 他就非常之奢華 那這個他的皇宮 現在可以去看的 有三座 第一座 第一座都好些 勉強不是很大 這個是第二座 第三座 他的珠寶 又是可以去看的 給錢入 National Treasurer 皇冠 那些鑽石 寶石是用一個磁來裝的 一磁磁 哇,好可怕 當然不行了 窮且極似 1979年就 Colmene 回來了 就是 即是趕走了 巴列維 巴列維 後來嚇死外國 好像在Egypt死了 這個Colmene 之後 就是 成了伊斯蘭國 就 包圍美國領事館 捉了美國佬 美國佬想去救他 叫Operation Eagle Claw Total Failure 他捉住回來 就不是這個Claw 是爬住那個Claw 然後有二十幾個 其實還散流在外面 Embassy 有出電影叫Argo Argo就說他怎樣 爬戒伊拍電影 就救了他出來 這個是伊朗皇帝 巴列維的兒子 他媽媽 現在在美國 然後到這個 兩伊前陣 伊拉克那時候 打仗為了兩個目的 一個是要做 Muslim的頭 另外一個就是石油 打他 打了很多年 二十世紀最長的戰爭 死了一百萬人 不見了一千 一百零個Billion Billion 即是什麽 一千八百億 一千八百億美金 那 用那些方法就殘忍到無譜 毒氣 什麽都做齊 現在你去伊朗 就經常會見到這些 這些叫Marta的Billboard 即是為國犧牲的 很多 接下來這些是換朝換代 伊朗就開始發展這個核彈 美國佬當然不高興 當然要制裁他 後來就講好數 就有一個Nuclear Accord 以為搞定 歡迎外國的專家去監視 但是後來 Mr.Trump出現之後 又取消了 取消了 所以是由Billion 到現在 現在不知怎麽了 現在到這個老頭 他的決定 好了 范圍隨隨說 Religion Religion是很重要的 在伊朗 因為 伊朗的國家 究竟是否一個神權國家 或者一個 政教合一的國家 經常都被人抵抗 也都重要在什麽呢 它有三種教 第一種教 差不多是全世界第三種 最古老的教 就是拜火教 Sorreation 然後就是回教 然後 很有趣 它是伊朗蘭國家 但是它承受其餘的教 所以有小部份 譬如這個 Alphodox Church 都幾興旺 其中 98% Muslim 98%之中 有90% 是十二派 那2%入面 有基督教 也都是有其餘那些 濕濕碎碎的教 那究竟是否神權國家 很難 解釋 因爲什麽呢 它的政府其實是民選的 即是總統 那些人 那個Parlament 都是民選的 但是最後的決定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宗教領袖 那究竟叫什麽呢 即是 不懂得說 那些人 市民 覺得得怎麽呢 就覺得 政府和 宗教 都要有些距離 但也都可以有influence 這些都是德國講字 首先講拜火教 拜火教其實不是拜火的 它是尊重火的 那麽最早 他經常開始講 就是這個 Median 開始有的 那麽是一個 一個Piece 叫做Soreaster 開始的 那麽他們覺得 火是很重要 因爲火帶來熱量 帶來光明 那麽其餘的東西 大自然的東西 包括水 包括土地 都很重要 所以他們不會土壯 因爲是染污 那麽他們那個 那個神是怎麽來的 就是 另外有一個名的 那麽他們那個 那個標誌 就是以下這個標誌 而他們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得過講字 好的教徒應該是 思想 行為 和講話 都要Holy 那麽他們那個神 叫做Ahura Master Ahura Master 是兩個兒子的 一個宗一個間 當然是這樣的 經常組織的 那這個說他這麽組織 這是怎樣組織 亦都是它可以化身 很多不同的樣子 那麽 這個名字 那麽麽士達 這麽很熟的 有一个好的开始,他说我又要了,所以曼斯德是这样来的 他们宗教里面信仰很多的想法,是所有其余的世界现存的教,都有跟随的 例如,believe end of the world,有last judgment,有投胎,有good and bad,good and evil,有heaven and hell,有sky burial 这些很多其余的教都是拿了其中一部分去跟随他,所以影响是很厉害的 也有说耶稣出生有三个weissman,那三个weissman就是soreasian 从东方来,耶路撒冷的东方就是这里 又是乳香抹药全部都是这里的工具 他的prest叫做maki,maki这个字慢慢变成了magic 魔术这个字也是在那里显化出来的 他们信这个教,不可以娶妇妇,妇妇归信不可以的,一定要直系的 所以越来越少,现在只剩20万,香港只剩几百 所以最近就说可能决定不用了,我们不跟 即是你肯信就可以了,这些这样的习俗 压死火不够时间 这些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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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取缔了,为什麽呢?因为天壮的意思就是 将死尸丢在中间的洞里,由一些离蝇来吃 离蝇很抵死,他不在这儿吃,他帮着那只脚去到城市 人家天棒吃,搞到很大件事,完全不合卫生 所以现在不给了,我也谈了 这个地方的亚蝕也是,因为回教人来了 要信回教,就赶着这些soreasian 最后一个base就是在亚蝕这个地方 接着去了哪里呢?接着去了印度 印度就跟当地的人结婚,就变成了parsi parsi就是person 印度是英国佬的地方,英国佬觉得这些person 有白种人的样子,丹仔 就是带着他四围去他英国的殖民地,包括香港 所以很大堆就来了香港 来了香港之后,我们很多猛人都是那里出来的 包括摩地,杜哥摩地,律敦至罗玉和 这些全部都是parsi 香港很重要的设施都是他们起步 因为他们是traders,很厉害,赚钱 包括HSBC,包括律敦至医院,包括九龙 cricket club,全部都是parsi 有,接着说 因为这些不是教育的,这些是赚钱的 Robert Corker 又是不懂读,秦施 即即即开,就是抓典的第一代买版 Robert Corker 又是拿了很多钱给香港 Star Ferry,亦都是这个Rabji La Roche 他起的,即开始的 那就是香港大学了 香港大学就摩地捐了很多钱 现在我们应该是连年香港大学都有一个纪念的 在香港的parsi,亦都有一个名字叫白头摩 因为他带着白帽的,亦都有一个名字叫大耳窿 因为他有做些借贷业的 也很喜欢将印度的Rupee,那个银在那里玩玩玩 有时夹在一只耳上 所以有个花名叫大耳窿 这个是他的会所 最早的会所 和现在,现在就在开平道 这个是现在他的活动 这个是可以去的 墳墙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这个就是parsi香港的墳 1852年了,即是很久 跑马地,马会对面 马会对面 三公座那里 两国黄的 五马远 五马远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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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祭司来的 是的 好了 那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那些 即是有些basic的内容 即是知道下 你去观察一个伊斯兰国家有些用 很快讲下 当然是 毛罕默德 他说是通过一个天使 叫Gabriel 口述给他听 报梦 就搞了这个教 出来 就写了出来 叫古兰经 Quran 慢慢就发展到 变成Muslim 而信那些 那个教叫Islam 信那些人叫Muslim 他们有五大重要的工作要做 即五大课程 第一个叫正讯 第二个叫礼拜 就是齋戒 即是天货 逐个说 第一个天货即是捐钱 捐钱 伊朗通街都有的 捐钱商 大街 在街哪 在街 路边 不是香港 不是香港 第二个 第二个 礼拜 一日一日 看你信哪一种 一日五次 有做四次 每次都不同 这都教你了 如果你想学 飞机 所有 所有酒店 酒店里面都有一个箭嘴 就是说给你听 是在哪里 第三个齋戒 就是Ramadan Ramadan 就是齋戒整个月 由日出至日落 跟着是朝鲜 叫黑字 即是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 去完之后 好像朝圣 现在解释 这两个东西在这间黑色的屋里面 如果你要去朝拜 你要隆隆圈围着这间小屋里面 这间小屋里面 有一块 那块是黑色的 一块石头 就说是神圣 即是代表了 因为 回教不准有偶像 这块石头代表了它 那这块石头是什么石头呢 我们地质有兴趣的人化 是个Meteorite 滚石 滚石 因为有磁性 即是那时候人们不知道 为什麽 那些铁都去到 都黏起来 还不神声 所以就 即是它 即是不准我们去研究 不可以说 只可以在一个洞里装下 在一个洞里装下 年年都是这样去 Muslim population 就红色最多 Muslim也是分开三个教派 一个信尼 一个什叶 其他其他里面 一个叫苏非教 一个percent 为什麽会分了出来 就是 毛罕默德死了之后 承计的问题 一帮人就说 一定要毛罕默德的亲属 去承计 另外一帮人说 不是 选言以能 即是找些能者去做 选言以能 变成苏 新尼 即是选尼派 这个 后代那个 就变成十业派 OK 这个大致是这样说 那 哪样的多呢 就当然是选尼多了 多很多 十业派 主要就是伊朗 和伊拉克的一部分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孙尼 即是浅绿色的都是孙尼 即是深绿色的就是十业 有什麽分别呢 孙尼派 即是说能者那边 那里的孙尼派 那里是孙尼派 那它们是 那里的孙尼派 是Sardam Hussein 最多是Osama Bin Laden 十月派不同 要親屬 他們的名字叫Ima 他們相信由 無可奈德死後 到現在只有十二個Ima 沒有第十三 而第十二那個會重現 竟然重現不知道 他們是Believe厭自殘的 為何這兩個人這麼愁口 你又理我又我都可以 但是是因為 用這個來講 因為十月派有十二個Ima 其中十一個是被順利派殺死的 暗殺也有 明殺也有 所以是世仇 包括第一個Ima 這個第一個Ima 死了之後 在哪裏死 在Battle of Kabbalah 死得很慘 所以現在連年都紀念它 就有個叫Azura Festival 是很重要的 在伊朗是重要的 在伊拉克的十業派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Battle of Kabbalah 就是第一個Ima 被順利派的人圍攻 他只有雞腎這麼小的兵力 其餘的人很多 那麼 多少是 二百 against四千 他不肯投降 結果被殺了 不止他死 他有一個Half Brother 中文叫什麼Half Brother 唐兄弟 唐兄弟幫他一起打 這個死得更慘 挖眼斬手斬腳 才死 所以每一年這個節令的時候 就要紀念這兩個死得這麼慘的人 就是至殘 至殘 就這樣 好看了 所以就是有這個世仇 怎樣可以解釋呢 很難解釋 這麼講究衣著 那些 所以伊朗呢 整條圍巾都搞定 叫Hijab 只是入廟 才穿那些黑服 叫Xador Xador 而坐巴士是分開的 男女不是 坐一堆的 廁所一定分 但是其餘的回教徒 你看看真的很複雜 最尾的那些是沙特埃 那些 現在歐富汗就要這些 Burka Burka 現在伊朗雖然說Libro 他都有些叫Morality Religious Police 那又要查你為什麼爛條頭巾都爛得歪 那之類 舊時有一支藤條 現在沒有了 因為女人就要準備被人搏 那些教士 那些教士叫Murna 他有兩種 白頭那些是普通教士 黑頭那些就是 親戚 武漢默德的親戚 即是高級教士 就是黑頭 那旁邊那些是什麼 祈禱磚 即是地下你不可以亂碰的 還有老人家 拜得很辛苦 於是就把磚淋高了他 那你的頭不用抹那麼低 那有這些叫祈禱磚的東西出現 那當然有很多 很厲害的 新起的了 Komini Komini 那是他的廟 那最少人相信那個就是叫做Sufi 那些叫做托撥教 即是他是黑食的 那他們就是相信